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的公开课 然后今天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一个交易里面的一些东西 交易里面的情绪的一些东西 我缩小来看 不然这个你们看不到 好 我想跟大家第一个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特别深的一个印象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方法之后 我们剥离掉我们的情感 放下你的欲望 不要那么关注你的亏钱赚钱 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世界变得无比的简单 其实它是一个小学生都能赚钱的游戏 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三点 第一个因为你有方法 那就问是不是我的信号 你反复问自己 你不要管什么基本面 这个拿个up主要在吹了 说你看这个数据总怎么样呢 你也不要管谁说谁哪一个人又跟你说了什么消息了 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又看到这样那样的了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管 你就问我 我是不是我的信号 一定要问自己这句话 其他的一概不要管 好 是我的信号 你就要说 那买入之后我该如何处理 我是要快速砍仓呢 是吧 我错了快速砍仓呢 还是要移动止盈呢 还是要回调加仓呢 你把这个搞清楚 想清楚然后再开仓 是我的信号 我就来下一步 如何处理 买入之后如何处理 错了怎么办 赚钱了又怎么办 好处理完了 马上就等 等下一个 来了又问是不是我的信号 其他的很多东西你都不要管 什么你赚钱呢 亏钱呢 错过行情呢 其实我们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情感太丰富了 是吧 我们我们首先说 比如我们亏大钱 我们就马上想赚回来 那不是我的信号 我也想去赚 好 我们赚大钱呢 我们不是我们的信号 也想做 为什么呀 我们还想多赚钱 我们的欲望特别严重 我们一会多赚呢 一会少赚呢 一会我的朋友赚大钱呢 一会长三里四又又又报复了 我就天天就这边 就欲望特别强 还有影响我们最大的是盈亏 本来这个事情我是正确的 但是我非不敢做 为什么我亏钱呢 我亏钱之后导致后面我不敢做 是吧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各种的情感 欲望盈亏 他就把我们的眼睛全部遮住了 所以最后你就觉得你交易太难了 太难了 其实真的难吗 小学生都能够赚钱 是吧 我们就是找信号找信号 所以当你把交易变成一个找信号的游戏 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我举个例子 就举我每次 我每次啊 特别成功 我每次做特斯拉 几乎每次都成功的 那么我就来问 我们来就很简单 为什么我做特斯拉几乎每次都成功的呢 因为我没有情感 我对特斯拉也没有什么信仰 但是我每次就是找信号 你看我们举个例子 很多年前 在这个位置 那么在我看来 这是最完美的信号 我也我也对 我也没有任何的说 有的人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敢买 就是因为他亏钱了呀 他前面这一波去买亏的亏大了 他再不敢在这个位置买了 那么我没有这些情感 我没有这些问题 那么我看到这个信号 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信号 这是一个日前级别2B 好那我可以买 量价也不错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信号 那我就可以买 好买完了 我们就看怎么处理 是吧 好那么后面一直 比如说一直赚钱了呀 那后面又来了 那后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有信号 我们又来找 一个来找 我们又来 比如这个位置 他就又是一个信号了 那么只要有信号 我就做 那么信号过了之后 我就看我怎么处理 我什么什么地方走 我严格按照信号来 我不要受他任何的影响 那包括前段时间 我在这 我做这个特斯拉 这个我赚了一笔 那么后面 我信号走了 该走 我又走了 我在这 我又买入了 但是该走 我又走了 是吧 虽然这两笔 我没有赚大钱 我没有怎么样 但是我完全严格按照信号来 那么我认为在这个位置 当时我认为有个信号 具体是什么 我在会员里面讲了 好这个位置我买了 那么买了之后 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一天之内马上大转 不是一天 两三天之后马上大转 转了之后 快速的达到我的目标位 快速的达到我的目标位 因为我买的是七拳 就翻了三四倍 到了这个位置 翻了三四倍 我马上走 好 我走完了 信号有了 我买 信号完了 我走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呀 我走了之后马上又涨起来了 这个就是最难的 我说实话 这是最难最难的 为什么呢 绝大部分人不愿意再追了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强烈一下 我想因为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我头一天卖了 第二天全部又涨起来了 我在尾盘又追进去了 头一天 头一天卖 卖了 但是第二天 尾盘 追高 我又进了 我又进了 然后这个就是很多人就做不到 就觉得我靠 你看嘛 你头一天卖了 卖的还卖低卖了 第二天还又追高进去了 他就受不了 他就觉得你哎呀 你又追高 你这个就是受不了 他觉得不愿意 但是我就说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呀 我头一天卖 是因为当时他是有个十字心 我无法判定 他的行情会不会下跌 但是第二天 他有一个明显的大阳线反暴 那么我认为行情会持续 所以头一天卖 和第二天买之间 是没有任何情绪连接的 他们两个应该是个独立事件 好 头一天卖 和第二天买 这两个事情 他是独立的 是独立的 他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为什么认为有关系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亏了 是吧 我们吃亏了 我们卖早了 卖飞了 所以我们才认为有关系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两笔交易 没有任何关系 你头一笔交易卖 是因为为了避免风险 第二笔交易买 是拥抱机会 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当你彻底的把这个明白了 你就能做好 有些时候 你们追高了这样的不存在追高 就是那个是不是你的信号 就问你这句话 那是你的信号做啊 和你有啥关系啊 是吧 和你钱没什么关系 所以做了之后 那么我的止损在哪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但不会止损 而且我在这个位置回抽 我还要买 还要加仓买 结果呢 不但没有回抽 直接上去了 上去了之后 我马上卖掉了 最高点我卖掉了 卖掉之后 为什么呀 我认为这一波 我又翻了三倍 我期权啊 翻了三倍 那么卖掉之后 我现在就等 继续等信号 那么这些交易之后 我没有关系了 特斯拉赚钱亏钱 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么我现在唯一问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是我的新的信号 这是我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出现下一个信号 是吧 那么我就等待 是吧 等待我特斯拉出现一个信号 那么至于这个过程中间 我前面是因为赚钱的亏钱的 一点都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信号没有出来 如果他回抽到这 回抽到这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根阳线 那么我的信号就来了 那么问自己 信号来了 我买入如果亏钱 我怎么处理 止损在哪 这些是我不停的在问的 我的买入点在哪 信号在哪 止损在哪 是我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 不断的每一笔交易之前 我都会问自己 我都问自己 风险有多少 风险有多大 止损在哪 我是要止损吗 还是要回调加仓吗 还是要怎么样 我不停的在问自己 好 那如果在这做了 那么如果在这 他上去了 那么我就问 上去之后 那我要不要追 是不是我的信号 如果是我的信号 那么我就追 那么我的止损在哪里 止损在这 那么如果他又下来了 我这会不会回调加仓 好 这是我永远的问题 我的问题绝对不是去分析行情 行情是一个大概的预判 但是我绝对不会像其他的人一样 一直在那边就是 意淫 我认为是意淫 自己在那边脑袋里想 会涨了会跌了怎么样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它涨跌都是有可能的 行情怎么乱涨都有可能的 这种思维让我几乎是不会出大问题 比如说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这是标普行情 我自己肯定有一个判断 有个判断 但是我绝对不会被我的判断迷住了眼 这样我前面说的 因为这种眼花缭乱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之所以亏钱 就是用被各种数据迷住了眼 那么我的判断肯定是跌透回抽 大概率还会下来的 对这是我的判断 但是但是我仍然在我的会员里面反复说 虽然我认为这个概率比较大 但是我们要接受现实 什么是现实 如果这个位置它盘整完了 下向突破还是要向上做的 你不能够去相信很多人说的 这个这个这个这样那样的说一定会跌了 你看这个什么信号都是跌了 这么数据那样数据都是要跌了 我不会这么说 我说这个位置盘整完了 上涨和下跌的可能性都有 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等待它出信号 而绝对不能主观的判断 它一定会上涨或者一定会下跌 是这么一个情况 前段时间这一轮暴跌也是 我暴跌完之后呢 我在这做反弹 哇好多的这种做美股的会员就过来说 林聪老师你不能做反弹 一是逆势的 第二个你看这个这个跌成这个样子 什么数据都表示这个要暴跌了 美股至少要调整一个月了 真的就给我发私信说你这样做反弹是一定不对的 你做美股时间短了 你这样不对不对 说了我好多 但是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就看信号 信号来了我就做 我不管其他的 结果呢我又是正确的 是吧 所以有些东西 他们勾了好多数据 说林聪老师你看 好多机构早就在那边加空了 好多机构就加空 给我看数据各种数据 我说可以 我们先看空 但是我可以不做空 我看空我不做空 他如果该往上做 我还是往上做 我还是往上做 那么结果呢 现在你看我这种方式 我就不会亏大钱 我永远不会亏大钱 因为我的头脑是保持中立的 我永远是保持中立的 在我看来上海都可以 我有一个主观判断 但是我绝对不会被别人迷了眼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主观判断 那么我的信号在哪 我开仓就行了 其他的就不要管 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我说的 你看你把你的情绪剥离了 欲望放下了 也不要看这笔亏了赚了 就是问自己是不是我的信号 交易是不是很简单 没那么难 我们难就难在 就是太多的欲望 太多的情感 一会被市场伤害了 一会被市场折磨了 然后就一会敢做 一会不敢做了 一会卖飞了 特别痛苦 包括加密货币 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加密货币 我呢比较谨慎 在我看来 加密货币是这样子的 在我看来 加密货币是 这个位置 是他的一个 一个形态跌破位 他必须要突破 回抽 盘整 确认 我认为 他这一步行情才会上去 所以呢 在小级别 比如15分钟 我当时 我给会员说 我说 你们愿意做的 这个位置是可以做的 为什么呀 小级别 它是有一个双突破的是吧 咱们这个小级别 是有双突破的 当时我在这里说了 我说 你们相信 加密货币会一直上涨 你们可以做 这个位置 也是你的信号 这15分钟的 但是因为我是做日线级别信号 因为加密我是做日线级别 我说日线还没有信号 所以我还会等待 但是15分钟有信号了 15分钟有信号了 是吧 15分钟有信号了 如果你做15分钟 你把你的止损放在这 这是我一直给会员说的 是吧 放在这 那你可以做了呀 没有关系呀 但是日线还没有 我还会等 那么结果如果等飞了 我有没有情绪 我没有情绪呀 这就是很多 阿姨说 阿姨看你如果没有买 你买飞了 这无所谓呀 我的信 我不存在卖飞呀 买不存在这个东西 我唯一的就是 我有没有信号 好有信号我做就行了 那和我卖飞呀买飞 这东西没有关系了 你明白吗 就是我们之所以难 就是难在各种的情绪欲望太多 太多 你各种情绪欲望 你就你就会对你这个行情随时发生影响 那比如什么例子 那么我最完美的机会是什么 这个位置 回抽 然后确认 好 这是我完美的机会 我等的就是我这个机会 他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呀 是吧 他如果一口气涨上去了 那和我没有关系呀 那么我就重新来分析 什么地方是我的一个机会 那比如他一口气风涨上去了 那我就怎么办 买回调嘛 回调 我又来看 有没有我的机会 那如果他就风涨上去不回调了 假设 那也没有关系呀 那我们下一个什么是我的机会 是不是横盘 横盘完呢 再往上涨 就是我的机会 是吧 所以说 我总会有我的信号嘛 那我就耐心等到我的信号出现 是我的信号就做就行了 是吧 那不是我的信号存不存在什么 买买没买呀 错过啊 不存在的呀 我的脑海里面只有信号 信号 但每个人的信号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用均线 比如有的人用20日均线 我只举个例子啊 20日均线 20日均线上去了 你就买 有的人用120日均线 啊 用均线 那有的人呢 比如说是用R Brooks的这个信号K 我们举个例子啊 他是用R Brooks的信号K 那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还有的人 比如你用MACD啊 其实这个无所谓啊 比如说我也有套我的系统啊 那么每个人都有系统 核心的核心就是 你自己的系统发出信号 当然这个方法要好啊 你自己的系统发出信号 之后 该做就要做 要剥离所有的情感情绪 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一点 真的你就 你的 这教育真的很简单 像小学生一样 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赚钱的 你做不到 为什么 我们又回来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 你为什么做不到 是因为你太聪明了 你太聪明了 你过于聪明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Be stupid Stay foolish 我们要变蠢一点 不要那么聪明 90%人交易们赚不到钱 就是过于聪明 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变笨一点 变迟钝一点 不要搞得眼花缭乱的 什么东西都想做 什么完美都想搞 你变愚蠢一点 变笨一点 然后呢 你就可以了 然后特别是 这是我们的会员的一句话 这个是我们的 我现在忘了你的名字了 不好意思 下次一定要把版权说出来 这是我的会员的一句名言 名字我下次告诉大家 一句名言 这个我会员的一句名言 他说的 坚定止损 我就干掉了无数比我聪明的人 哇 这个话说太好了 是吧 这话说太好了 聪明人是不会止损的 聪明人都自以为了不起 聪明人都自己很牛逼 聪明人他是不会止损的 那么你怎么干掉 比起聪明的人 那就是坚定止损的 他比我聪明 所以他牛嘛 好吧 他牛他肯定不会止损的 十个聪明人九个大肆不止损 还嘴酱 还酱得要死 他错了 他就跟你说那不是我错了 那是市场错了 是吧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up主 其他老师 我不是说人家不对 我说他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他分析错了 他会嘴硬的 他说那不是我不对 那是市场不对 那我没有错 所以你只要坚定止损 你就把这些所谓的聪明人 全部干掉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话说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坚定止损 聪明不怕的 我根本不怕你 比我聪明的人 像我们的会员里面好多人 都是 甚至还有哈佛的博士 还有这个牛津的硕士 还有各种各样 全世界高效的 特别特别特别聪明的人 顶级的聪明的人 但是呢 让他做止损很难 是不是啊 你们不能够承认 越聪明的人 你在其他行业越牛的人 你越值不到损 那么我没有你们聪明 我坚定止损 我就把你们干掉 太好了 这句话太经典了 你们学一学 然后呢 你自己变蠢一点 不要那么敏感 不要那么斤斤计较 不要那么追求完美 变蠢一点 屏蔽信息 其实你就能赚到钱 好 讲完了 我们回头来看 回头来看大家的问题了 胖猫 昨天我在我会员里面说了 胖猫我在会员里面说了 胖猫我自己在我的公众号 还讲了一下 胖猫可能也不知道 我说一下 就是有一个男孩 他自己这个什么都舍不得 汉堡买五块钱的 盒饭买十块钱的 煎蛋都要有一半天 他每天就打游戏 打那个打游戏赚钱 然后把五十多万 全部给一个老女 全部给一个女孩 然后呢 最后那个女孩 纯粹是玩他 他就自杀了嘛 跳楼自杀了 这个东西没办法呀 太单纯了 太单纯了 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么好 他宁愿牺牲自己 他也不愿意怎么样别人 有的人就太善良 太单纯了 我也是那种比较善良 比较单纯的人 但是呢我也没有善良到他这种地步 所以没办法呀 这个也不是爱 就是太单纯太善良了 就原生家庭嘛 他爸妈离婚了 他一个人比较封闭 然后呢 又遇到特别差的这种人 就是纯粹要他钱 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人 那个女的就是个捞女嘛 后面证明呢 她就是一个百分之百捞女 就是纯要钱 不要人的那种 一点都不喜欢别人 但是就是要别人的钱 所以这种 这种我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 哎太善良了 没办法 希望他以后在天国里面 能够 能够有他的一个位置吧 太善良了 过于善良了 在社会上也是啊 这种人 我们其实很多善良的人 过于善良就会被人欺负啊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 对人好 但是呢 我们也要自己的锋芒和底线 所以我这边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 他们祭奠的 都是曾经的自己 我们大部分人 无论男女 在人生的场合里面 谁不曾是胖猫呢 是吧 只是有的人及时止损呢 有的人却愿无法解脱 其实胖猫这个事啊 我特别想利用胖猫这个事 说说交易 交易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一波上涨 我们先不管它是什么啊 比如这一波上涨 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女孩的话 你就想着它会跌 一直做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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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也是倾家荡产亏光了 但是这个市场根本就不了你 它会让它的节奏走 你的一厢情愿 一点用都没有 后面你最后后悔了 你说不行 我要买它 它要涨了 结果呢 越买越亏 买一次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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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又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所以当你把这个市场行情当成这个捞女一样的 就是当我们不能说捞女啊 男的也是一样的啊 渣男吧 当你把市场看成捞女和渣男一样啊 当你把这个市场行情看成捞女和渣男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多人不止损的 其实都是胖毛 我们不止损的人都是胖毛 我们每个不愿意止损 一直亏损家仓的人 其实都是 都是胖毛 是吧 我们都是胖毛 都是胖毛 我们都是胖毛 很可怜的 所以你不要说人家可怜 你们也很可怜 我们也很可怜 我们都是一厢情愿的 认为市场会下来 这边开始加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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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爆仓了 亏光了 跳楼了 我们才醒悟 你们说是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不对就是不对 人家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人家不爱你就是不爱你 所以到我们第一笔交易做出来之后 错了就是错了 错了 这名市场不爱你 明白吗 这名市场不喜欢你 证明他不是你的菜 那不对就不对 不要在那边死扛 我们只要死扛 我们就是胖毛 我们的结局就是胖毛 和胖毛一样下场 明白吗 因为市场就是个捞你 市场就是个渣男 他不喜欢你 他一定点都不喜欢你 一跳楼 你跳一百次 他都不爱你 有什么用 是吧 所以我们不对 就是止损 即使止损 好不好 所以这是 我们做交易的 在胖猫这个事情里面 要学会的 一定要想想我这句话 只要你不愿意止损 你就是胖毛 你的结局就和他一样悲惨 不停地给这个人钱 不停地给这个人钱 一直到最后崩溃 跳楼 因为你心存幻想 其实他不爱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不爱你了 所以你市场如果是对的 你做了就应该是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国内以前炒单的人 三秒止损 我三秒做进去 不对 马上走 为什么呀 只要我做进去 如果我对了 市场就应该给我看 就像这个男孩一样 胖毛一样 如果这个女孩喜欢我 他就会来看我 他就会对我好 他就不会天天要我的钱 市场 是个渣男 是个老女 他就天天让我止损 他不喜欢我 他也不愿意对我好 他要真对我好 他就让我赚钱 但他不愿意对你好 明白吗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明白吗 明白吗 大家明白了吧 明白了吧 就是这样子 明白给我扣个一 给我点个赞 好不好 我一直没有求大家给我点赞 也一直没有大家给我打个一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讲的 真的是很经典的 真的是很经典的 好不好 大家给我写个一 大家给我点个赞 谢谢 谢谢